关心每到礼拜五呢就要来看看油价的这个状况 受到国际油价大涨跟台币升值的影响 中油宣布明天临时开始呢 汽油跟柴油每公升都调涨0.3元 调涨之后呢 985仙汽油从每公升25.2元升为至25.5元 95仙汽油现在的售价呢 每公升是23.7元改为24元 925仙汽油则是呢 从23改为23.3 当然我们看到呢 各级的柴油也是同步的调涨 大概涨了0.3元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状况